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美股大跌900多点 这中间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因为欧股也跌 德国跌了超过4% 法国英国都跌得不轻 因为疫情持续在爆 所以欧洲很多的国家 现在虽然没有全面的锁国封城 因为影响经济跟教育太大 所以上课上班大部分都照旧 但是开始限制一些什么卖场 餐厅夜店 暂时都不能聚集人潮 都不能开 所以欧股大跌 那美国的确诊人数 每天都超过8万多 所以美国也承受压力 这是其一 第二 美国这一次的投票率 可能会创下史上最高 可能会有高达1万5千人参与投票 其中我看新闻说 大概有一半可能是采用 通讯投票的方式在进行 很多人票投出去了 但最近可能拜登的儿子 有爆发丑闻 很多人就在反映说 那我可不可以重新投票 所以就 几乎去的不算 那我要改成亲自去投 所以说有十几周 说可以让你重新投票 所以也造成所谓的 这个选情更加朴朔迷离 那美国时间是11月的3号 最好在台北时间是11月4号 会总统大选 最好是可以 很快的就决定谁是下一个总统 其实不管是谁 我们认为金融市长 他怕的叫做不确定的因素 只要决定是谁当选 大概全球金融市长松一口气 大致资金回流应该都会涨 他现在比较怕的是说 因为可能通讯投票 产生一些争议 那川普的比较无赖的性格 他之前又说 如果说有争议的话 他可能不会承认 所以会不会就是说 拖个好一阵子 搞不出到底谁当选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金融市长就是都在等 都在等 所以美国的部分 昨天就跌了943点 NASA跌更惨 跌了426点 台股其实算强 早盘最多跌210 然后目前慢慢收敛 现在时间还不到1点 12点56分 跌幅剩下110点 就像我盘中文章所说的 台股相对来说 支撑率到算强 亚股都跌 但是台股相对好 支撑率当然也包含 就是说资金面的因素 台币每天盘中 如果说不是央行干预的话 每天盘中升值 都是快要接近三角 然后尾盘再被央行干预 打回去之后 隔天再升到这个位置 再创新高 所以整个钱就多到一个爆炸 通通等着要进场 就等于大选结束 我认为到疫情影响 行情不会太大 因为疫情已经从现在 从过年拖到现在 已经大概都已经三季的时间了 大致全球大家的生活 都已经因为疫情而调整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疫情对行情影响并不是大 主要还是在总统大选 那就希望下礼拜赶快出来 现阶段 我们就是只能耐心的 把资金换到好的股票里面 耐心等待它的 基本面的题材的发酵 好股票基本上我认为 它对于大盘的一个利空 它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力 比如说金利科 上周五最高106 礼拜一拉回 拉回的原因是因为经营部说 要改规则说 未来IP授权给大陆业者 或者卖技术 需要事先通报给 投诊会做审查 以前是事后报备 之后要事前审查 所以IP股全部都跌 我说礼拜一跌一天 礼拜二再小跌一天 礼拜三再跌第三天 其实跌不多 就今天 美股大跌开低反而震荡 就上来了 目前就翻红 所以IP股其实连跌四天 卖它其实并不大 因为当初我们所看到的 第四季IP相关族群 包含世新 力旺 金金科等等 截团都相当好 比如说看起来都是 要一路往上 所以整个IP族群 它的利多是明确的 进一步的新的规定 其实可能对存IP股 有点影响 但是那也不确定 但对金金科是毫无影响 所以今天就没什么卖压了 这种股票其实 我认为选完都会 也就会再攻一波 因为明年光是大陆的行政公文电脑 只要出100万颗 营收就有机会比今年大概3亿 可能会有一个10倍的成长 而且明年的量产的时间 会在第三季到第四季这段时间 如果这段时间出100万颗 就可以贡献大概 30亿的一个营收规模的话 隔一年如果可以出到200万 或者300万颗 那个营收会从3亿跳30 可能会再跳到60 甚至maybe更多 所以这几年的爆发力非常大 每100万颗 EPS给上看12到13块 这是公司的预估是100万颗 从毛利率六成来估算 可以赚大概12到13块 未来三年 大陆要更加速的去美化 因为官方已经下令说 新的案子都不开 ARM安谋的架构 安谋的系统 新的案子要开Risk跟X86 然后开始往先进制程去开 12奈米不够 再来要开7奈米5奈米 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 所以只能委托台湾的设计业者 比如说世新 创意或者经历科 这些业者 来帮他从设计 研发 投片到量产 全部都台湾做 然后晶片出货给大陆客户 让他去贴牌 让他去卖 所以完全技术都在台湾 没有所谓授权的问题 未来如果说要开7奈米跟5奈米 潜在EPS是贡献度 是上开100块钱的EPS 因为7奈米 全域基金 NIE上开1亿美金 5奈米上开1亿6到1亿7美金 折合起来2亿6 2亿7美金 换算EPS是超过10个股本 这都有可能 在未来这两年就会发生 那姑且不论这一块 那目前已经全新收进来 开始照程序在跑 照进入在跑的 行政电脑部分 明天就有机会赚12到13块 后年很有可能是double 所以呢行政电脑这一块 就已经有这么强的爆发力 后面还有7奈米5奈米的先进制程 所以这两年我认为 精英科是大有可为 大有可为 所以创高我说106不用追 拉回这边其实都是好买点 所以尾盘自然就翻红 所以其实你不买 自然会有试货人会买 因为我们买的 就都真正的都是金鸣股 因为我们坚持只买金鸣股 那我们锁定的都是有最好的毛利率 比如说精英科毛利率是超过7成 因为X86IP是自己 虽然过去不赚钱 那明年可能会有超过10倍的爆发力 那成长性也是超过10倍 而且它未来可能在大陆的X86的领域里面 它有一个非常高的市场率 所以这种股票它拉回的过程 自然就撑得住大盘的系统性的卖压 因为它本质就在那边 所以创高不追拉回可以买 我的看法始终没变 所以金鸣股跌下来 那也是因为整个IP股都跌 或者大盘不好 但它本质并没有变化 那另外转机股 正打 礼拜一 赚18.45元新高 礼拜大张小回 整理一天 礼拜三整理两天 今天整理第三天 盘中我印资料的时候 还在盘下16.5元 我说卖压相当少 早盘跌快200点 没有什么卖压 结果到我印好资料 然后出门开车到电视台 股价不但是由黑翻红 最高还涨到17.8元 最多涨了6.9% 所以从最低拉到最高 今天高低点就差了10% 所以你说每股跌900多点 怎么有人敢从低档 一路买10%上去 表示它是最强势的股票 不但没有卖压 而且是强劲的买盘 强劲买盘 因为10月份正式转型 电动车的供应商 开始出货给美商Tesla 那个营收应该是有机会 从10月份或者在 11 12月份第四季 本来的玻璃业务造就 光电玻璃业务造就 然后电动车Tesla的零组件 它是额外多出来的 所以这个一旦加上去的话 营收就冲向历史新稿 10月份跟第四季有机会冲向历史新稿 10月份营收者2.47已经损益2平 小赚0.02 如果第四季月营收冲破4亿的话 获利就看得到 所以我说它是鸿海集团 大动作宣示 跨入电动车领域要推出一个 所谓的开放式的电动车的大平台 招兵买码除了集团内容公司之外 它同时招兵买码 要跟所有的有意愿交这个平台的 相关公司来做合作 那跑第一棒的 大家都没有想到 怎么会是一个没有相关的政打 这个市场掌握度不高 但是股价已经证明 我们的看法会是正确的 所以虽不过买在14块半 最高到18.45元 其实获利接近三成 大盘晃啊晃啊震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组合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面向 比如说5G的电动车 或者是爱意设计的上游的IP族群 那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跌跌不了多少 但涨的时候常常是两三成在涨 所以投组合的部分表现是相当不错 但没有办法每一档都涨 但是其实股票强不强 基本面够不够支撑股价 往往就是在于国际股市大跌 台股比如说跌个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的时候 你最容易看出这个股价的强路 所以金利科跟政达我想这个都代表 就是说他们的背后 那个数字是非常强劲 基本面是非常强的 所以股价也最强 那另外我昨天也公开说 我们布局好几天的营收翻倍 精明股5XXX就是5443的均好 昨天是不到十分钟 锁柱长远盘 甚至锁两万多张 真是不得了 昨天盘也并不好 那今天早上呢 大盘开低一度翻小黑 然后10点多又冲到7.38 最高来到35.8元 又创新高 从低档拉上去 最多也拉了大概超过9% 跟政达差不多啊 开低震荡冲高 都是非常强势的表现 那目前尾盘稍微压回来一点 小张五毛 33.85 现实上虽然说有上影线 但是毕竟是红K 而且今天是大量换手 所以在这种盘式非常震荡的过程 你说冲高就拉回 结果打也打不下去 代表其实短线的 没有信心的 要当冲的格式冲 其实大家都洗得差不多了 还留在场上的 都是真的看懂后面的 基本面的爆发力 所以爆发力就是明年营收到半倍 因为他拿到台义电 自动化订单的大单 第四季就会开始看到 营收的贡献 但真的精彩在明年 营收过去大概四十几亿的规模 明年会上到大概八九十到一百亿 所以营收最乐观 要成长八成到一倍 那台电是台股的护国神赛 它光是明年的资本支出 就高达一百九十亿的美金 超过五千亿的台币 这中间很多都是台湾的供应商 所以说明年景气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台电供应链的景气 是看得非常清楚 要投五奈米 要投三奈米 相关供应链 前一波有很多 比如说加登 红树 一些设备股 金顶都大涨 或者帆圈 但前一波没有涨到的 这一波确认订单 明年的营收成长一倍的 股价却低的就是均豪 第四季开始出货 明年会赚四到五块钱 那以很多的台电设备股 其实本益比都十几二十倍以上 那如果说明年要赚四五块钱 目前股价只有最多三十五块钱 本益比大概连十倍都不到 大概七倍 八倍 这就相当便宜了 所以我就说跟同业比 十五倍都相当合理 那四块钱十五倍跟五块钱十五倍 离现在的股价 距离空间都非常的大 所以这也说明就是说 为什么好股票是值得你慢慢 做布局做等待 因为现在的行情 它就是卡在美国大选前 它就是比较黏 你没有办法期待 他今天一买就一倍冲天 连标三天四天五天 卖掉再换下一档 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选完这些数字 最霹雳爆炸的股票 十一十二月份 他中期要大涨 他压不住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怎么做 就是要把股票换好 以若换墙 如果大家都跌下来 以跌换跌 以若换墙 把持股换到后面数字 最强力的金明股 等到选完 数字强的涨很快 数字不好的不会涨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那重点就是 你有沒有这个能力 去分辨谁是数字强的 那你不会 至少我能教你 我能教你 所以欢迎大家都 来成为 郑老师的家族成员 那我们当然没有保证 没有办法保证说 党党都不会Lost 党党都一定赚钱 那是不可怜的 但是就是在一个投资组合里面 我们只要坚持买的 都是金明股 即便有时候是短线的行情因素 短线的股价套牢 最后终究他都有机会再找回去 而且投资组合里面 可能有时候是两档Lost 那三档赚钱 然后赚的多赔的少 大赚小赔下来 尝一下来的累积是相当不错 所以这种金明股 都是最棒的金明股 所以包含正达也好 金领科也好 军豪也好 今天大盘最多跌210点 但是这些股票 还是像强势冲高 逆势翻红 都是非常强势的股票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检释出 到底一个操盘人 他对于基本面的了解 基本面的追踪 他对于这些股票的 投入的时间有多深 那股价他是会 告诉你答案 今天大盘不好的过程 就是检释持股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大盘不好 多少都还是会跟着跌 但是当大盘的卖价稍微减轻 股票会先拉上来的 其实都是最强势的股票 那代表后面都是个story 那我知道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当然不可能去了解说 这些上市公司一两千家 你怎么可能去了解 每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他的故事是什么 你又不是研究员 你又没有办法去call公司 你又不是操盘人 有研究员帮你call 研究报告给你 跟你开会 告诉你说 他这个公司到底好不好 不可能 所以你就需要郑老师的帮忙 所以只要你是我加入成员 其实我们盘中在发给所有加入成员的那种 每一则解盘也好 或者是买卖的讯息也好 或者股票追踪的讯息 我都是讲一清二楚 你在节目上听到的 我在盘中讯息是讲得更加清楚 因为节目中我的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把一档股票数字 讲得那么巨细迷 但是文字我可以陈述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的教育成员 每一档股票在买的过程 都非常清楚知道说 我们买的数字是什么 理由是什么 目标下在哪里 即便是跌 我也会告诉你说 这一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所有数字 如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之下 拉回就是买跌 所以教育成员是非常幸福的 你可以很轻松的 跟着我做投资 你就不用费心 行情不好 绩效慢一点 行情好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非常快的绩效 所以也快要进入11月份 也快要美国大选 所以我们开始布局11月份 年底的所谓的 做梦行情的大标股 所以除了君豪之外 我们之前同步预告 是要买一档 季报骑兵金股股 六开头 六XXX 昨天君豪涨停 它是同步的喷出大涨 一度快要亮灯涨停 今天跟着大盘稍微回挡 我们趁跌再做加码 这个就是我的风格 昨天喷输 今天拉回 这个拉回就像LV打成一样 这个就是要买 这是要买 你趁着跌去买 今天未必马上赚 但是常常趁跌 当天就会赚一些 而且常常隔个两三天 你发现就是说 你趁着跌去买的时候 大盘不好 你受伤有限 但是大盘只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它是相对的强势股 一下子上去之后 你发现你又赚钱 就像当初的金利科一样 我们最后就买在八九九十 其实后面一下都是赚钱 兼九四还是都赚 这一档激发行业精品股 上半年赚0.8 第三季赚2.1 第四季最乐观会超过三块半 三块半 因为产品 它的客户 客户的产品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过去假设可以卖一 现在订单变成十 整整在过去这半年时间 订单成长的十倍 成为全球最热门产品 它的产品 我上网路去看 全部完售 全部缺货 后面订单持续包到成长 所以它提供了晶片 业绩持续大好 而且第四季 在第三季营收度 已经一路创高了 而且据我的了解是 其实公司还不满 因为金元代工 产能还是很紧 所以没有预期 给这么多的产能 但第四季会给更多 客户的需求又更好 第四季的业绩 会再往上 所以不止季报漂亮 第四季又更厉害 而现在年底要看明年 明年三月份 人脸辨识跟NVIDIA合作的 人脸辨识AI的装置 就要上市 这部分会带动 非常强力的成长动能 这个会是明年新主流 所以今年大概赚六块 明年少折十块钱 最乐观上看二十块钱 那股价本来六字头 现在大概来到七字头 所以这种股票 这是不可多得的好股票 年底就是这种股票作为标 这种股票作为标 所以拉回就是要买 所以想买的一样 只要今天打电话到公司来 趁着他今天还有回档的机会 只要打电话来 都可以得到这档 季报骑兵金明股 那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 赶快跟我们一起做布局 不要等他选完之后喷出去 那又不够 打电话来都有 季报骑兵金明股 等会我们再聊下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因为美国跌900多点 台股早盘一度跌了210点 到目前为止 录影时间是1点的16分 还有跌128点 但是就像我说的 当行情比较大的 国际的利空卖压的时候 就是你去测试 你手上持股 基本面强不强股 在强不强的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比如说正达部分尾盘 又拉高到接近18块 17块半 是非常的强势 从低档拉上来拉了 大概10%左右 然后5443的军豪 创高 压回 尾盘 还是非常的强势 非常强势 然后3228的金利科 达去翻红 震荡完之后 后面越来越稳 另外一档加帮 我们硬资料的时候 还在小跌 我就说也没有卖压 到了尾盘不是没有卖压 而且还有买盘 股价很快的就翻红了 虽然说只有小涨 但它也是创高压回量缩整理 这个离高点非常接近 要过高只是一下子的事情 因为明年5G的部分 Wi-Fi6的天线要成长100% 公寓电感的使用量成长大概200% LTC系统3颗最多变18颗 成长500% 手机的5G手机 只要放量的话 这些东西都会缺货 都会涨价 不缺货 不涨价的情况之下 明天要赚6到7块 一旦涨价会赚得更多 所以15倍本预比这空间也非常大 非常大 当然再来 我认为爆发率最强的会是这一档 激爆奇兵金银股 未来股价空间上看5成以上 11月份选后应该就会喷了 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买的 趁着今天还有一些拉回 还没喷出的时候 赶快一起买金 只要打电话来的朋友 都有激爆奇兵金银股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买金 一起大赚一波 是大家收听的 明天再见